让花兄弟已成回忆 K汤转战独行侠 雷霆绿山军操盘分析 哈喽你好我是姜妮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雷霆绿山军 勇士以及独行侠 另外胡人的部分会稍微提一下 废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开始 一开始先来关心雷霆队 今天雷霆队是牵下的 前尼克中锋Hardstein 合约内容是三年8700万 换句话说军薪是2900万 所以这里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份合约有没有溢价 我自己的看法溢价了 而且老实说贵蛮多的 可是站在雷霆队的立场真的没有差 接着我们要聊一下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雷霆队要补他 今年肌肉赛的雷霆队是达到西区第二轮 最终是败给独行侠 在这个系列赛结束的时候我就有讲 雷霆队一定要解决篮板球的问题 因为Chord虽然身高高 可是他的身体对抗性并不好 这也表示很多时候 即便他已经先卡好位置了 可是在身体碰撞之后 篮板球还是会被Livaly 或者是Golf给抢走 所以在雷霆队出球之后 我们就讲雷霆队 一定要先解决篮板球的问题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Hardens 3这位中锋 上个赛季的场均数据 虽然只有7分8个篮板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他的上场时间其实只有25分钟 另外这里要注意的是 即便上场时间只有25分钟 可是他的抄球跟火锅数都超过一次 所以证明球员 不管是篮板球 又或者是防守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另外这里我再补充一个数字 上个赛季他的防守效率是联盟的前5名 他的防守效率甚至比Banerbio 或者是Chord来的更高 所以雷霆队为什么要牵他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加强防守以及篮板球 好接着我们绕回来聊合约的问题 刚刚有提到雷霆队 给他这样一价的合约是完全没有差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目前雷霆队的薪资 再加上哈德斯乃德合约之后 团队薪资其实也只有1.46亿而已 换句话说 目前雷霆队也还有全额中产 以及双年特例可以使用 而且相信本频道的球迷都知道 一旦球队使用了这两个特例 那么就会卡到薪资应上限 而下个赛季联盟的薪资应上限 低调是1.78亿 不过实际上就算雷霆队 目前使用全额中产 或者是双年特例 都还离薪资应上限1.78亿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这支球队的团队薪资 是非常健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雷霆队的补强 还没有结束 另外在雷霆队的立场 既然要抢人 就要开出一份 对方无法拒绝的合约 这里我们拿上个赛季的火箭队 当的例子 上个赛季火箭队 是用3年1.31亿的合约签下的 换句话说军薪超过4000万 Venverly的这份合约 是不是一架 绝对是一架 可是火箭队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第一个就是要补薪资下限 第二个就是像我所说的 那就是既然要抢人了 那就要开出一个 让对方无法拒绝的合约 所以在团队薪资这么健康的情况之下 雷霆队签一下他的死产 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雷霆队的薪资会这么的健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正中很多主力权 目前都还在跑谁的新秀合约 其中包括Chad 其中包括Benz等圈都是如此 所以在当的情况之下 这支球队当然可以用比较高的薪资 去签一下他们想要的圈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这里我必须要肯定 雷霆总管Sam Priestley的操盘 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 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总管 比方说前两个赛季 KT打5号位的时候 常常会有犯规麻烦 这也导致球队在攻守两段上 容易出现问题 结果总管在休赛季 马上组了一个双塔 这就是要解决KT在防守段上的问题 另外绿三军在上个赛季 输给热火队之后 我们就有讲 这支球队需要一个闽藏人 结果休赛季少帅 马上就透过交易得到KP 这就是非常经典 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操作模式 至于Sam Priestley的部分也是如此 既然团队的篮板球容易出问题 那我就去补一个好的篮板手 另外既然Josh Gilly 在场上容易被丢手放投 那我就透过交易得到 3D球员Kaluso来解决这个问题 球迷要知道是Kaluso上个赛季 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成 所以Sam Priestley连续两个操作 我个人认为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 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而且这里我必须要再重复说一次 那就是雷霆队的补强 应该也没有结束 因为这支球队还有全额中产 以及双延特利可以进行使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对于下个赛季的雷霆队 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另外这里要做的是 雷霆队也跟正宗的Joe 以及Wiggins完成的续约 而这两名球员的 合约内容军薪都没有超过1500万 所以雷霆队的团队的薪资 至少还有两个赛季是可以保持健康的 简单来说就是要等到 Trader以及Wiggins换合约之后 那我们这支球队团队的薪资 才有可能会比较紧张 好聊到团队薪资紧张 接着我们聊绿三军 今天球队是跟两名球员完成续约 一位是小白 球队是跟他完成了一份 4年1.25亿的合约 换句话说军薪是超过了3000万 另外球队也跟Tayton 完成了一份5年3.15亿的合约 这份合约是史上最大的合约 军薪超过了6000万 所以这支球队的团队的薪资 当然是爆炸的 可是这里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少帅的操作真的没有问题 而且非常聪明 好接着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这里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Tayton跟小白要不要留 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两名球员的合约 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站在绿三军的立场 这支球队在上个赛季 是拿下总冠军的球队 再加上主要轮换名单之中 只有两名球员的年纪超过30岁 一位是Hoffer目前38岁 一位就是Harday目前35岁 所以这档情况之下 当然是保留现有的战力 全力拼队死的第19关 第三点更重要 那就是除非绿三军进行交易 否则实际上一直到25至26赛季 这支球队都不会有任何条款 可以进行补强 所以在团队的薪资 再怎么样都是炸掉的情况之下 站在少帅的立场思维也很简单 那就是全力留下正宗的核心球员 让他们在这两个赛季中 不要被合约给影响 全力去拼总冠军 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 我个人认为少帅的操板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 Hoffer的合约下个赛季之后就跑完了 另外KB的合约在25至26赛季之后 也跑完了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绿三军的操作模式 就是再拼两个赛季 如果到25至26赛季 这支球队无法再拿下另外一罐的话 那么我自己的看法 这支球队就会拆掉 因为你不太肯再给KB一份大的合约 另外这里要做的是 即便这支球队拆掉或者是Hoffer退休 可是这支球队只要可以保留Halliday 双J再加上小白 那么这支球队就一定会是 季后再等级的球队 再加上双J以及小白的年纪 都还不到30岁 所以球队以他们为核心这个部分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球迷都知道绿三军主要轮换名单就是8名球员 除了先发5人之外就是Hoffer Pattern Preacher以及Saint Houser 这里要做的是 Pattern Preacher的合约一直要到27至28赛季之后才会结束 所以实际上目前绿三军只剩下一个问题要解决 那就是Saint Houser续约的部分 而一旦球队跟Saint Houser完成续约的话 那么即便这支球队的新知识爆炸的 可是因为这支球队的先发战力跟替补战力都非常非常的平均 这也表示在未来几个赛季他们都会是夺冠热门的球队 这一点跟金银快队有着很大的不同 因为金银快队是一支板凳战力相对不足的球队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少帅的操盘完全没有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再拼两个赛季 好接着买掉勇士队 今天勇士的K汤是正式加入的独行侠 这是一笔三方交易 独行侠是透过先签后换的方式得到了K汤 合约内容是3年5千万 另外独行侠是把Green送到的黄蜂队 至于勇士的部分则是拿回两个赤季签 以及一个教育特例 所以在这一笔教育案发生之后 我们已经可以正式宣布 让花兄弟走入历史 实际上我相信这样的结果 会让很多勇士球迷非常的不舍 因为很多勇士球迷都希望勇士三核心 也就是Green、K汤再加上Kurri可以一起终老 不过可惜的是这样温馨的画面最终并没有出现 另外勇士在K汤加入独行侠之后 也发表了正式的新闻 那就是未来会退休K档的球衣 这个部分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K档是勇士队近10年的代表性权之一 另外他也帮助勇士被拿下的4次总冠军 再加上他很多数据都可以排在队死的前10名 比方说初代场是排在队死的第4名 另外三分球进球数排在队死的第2名 仅次于3分Dots & Steph Curry 所以得分的部分则是排在队死的第6名 所以在当情况之下 勇士要退休他的球衣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以上是比较感性的一部分 接着我们讨论现实面 那就是K汤为什么选择加入独行侠 而不是留在勇士队 为什么会问这一题呢 因为K汤加入独行侠的薪资其实并不高 均薪不到1700万 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做出要离开勇士队的决定呢 针对这个部分 我自己的看法是自尊心 第一个部分就是薪资 因为在勇士的立场 当我团队薪资已经爆炸的情况之下 我很难给你超过2500万以上的薪资 可是站在K汤的立场 我跟你要求一份跟嘴绿一样的薪资 老实说是合理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K汤也是勇士拿下4次转冠军的关键球员之一 也因为如此 所以双方才会在合约上没有共识 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可以理解 也都没有对错的问题 因为在勇士的立场团队薪资爆炸是事实 再加上K汤的两个赛季 在场上的能力退化也是事实 所以在勇士的立场 我当然不可能用比较高的薪资留下他 可是站在K汤的立场情况刚好相反 因为他会觉得 他是这支球队可以夺冠的重要工程 因此他一定有资格 拿一份跟嘴绿一样的薪资甚至更高 更直白说站在他的立场 如果领得薪资比嘴绿低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是不平衡 另外就是角色定位的问题 因为上个赛季K汤原本是先发球员 可是球机中变成替补球员 然后到球机摸又变成先发球员 所以他也许会对这样的调度是不认同的 毕竟他长期都是勇士队不变的先发球员 另外球迷要知道是K汤上个赛季的出手次数 只有14次 这也是K汤赛两年之后最低的数字 所以不管是从板凳出发 又或者是出手次数的角度切入 K汤一定都会觉得 自己在这支球队中并没有受到尊重 实际上球迷要知道的是 不是每一名球员都可以接受 从板凳出发的角色 过去包括Alan Everton等球员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K汤铁的心要离开勇士队的主要原因是自尊心 否则如果追求的只是安稳 那么他应该留在勇士队才对 另外加入独行侠 这支上个赛季打进总冠军赛的球队 如果下个赛季K汤可以帮助独行侠拿下一座冠军的话 那么K汤铁就可以向勇士的球迷跟球团大声的说你们是错的 因为我还有能力帮助球队拿下总冠军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铁的心要离开勇士队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自尊心 不过以上当然是我自己的看法 但不管最终他离开的理由是什么也都不重要了 反正NBA一直以来都是所谓的商业行为 也一直都有人才被出 所以如果你是勇士的球迷 其实也不用太失望或者是难过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K汤铁跟勇士其实互不相欠 差别在于最终的理念跟方向是不同的 好这里我们稍微聊一下胡人队 因为根据媒体的资料显示 胡人队其实也想要参与这次的交易 而且也提出了明确的报价 那就是开出4年8000万的薪师要抢K汤 另外交易包的部分则是送上了DN交流Russell 可是最终这样的提案是被勇士球团给拒绝 这里我们聊一下为什么 第一个部分是如果我是勇士队的总统 我不会去帮胡人队的忙 因为过去10个赛季中勇士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LeBron James 而目前LeBron James仍在胡人队 再加上胡人又是西区的球队 所以如果我是勇士队的总管 我不会去帮胡人队的忙 第二点就是回到现实面 那就是谁的交易包比较好 刚好提到胡人队的交易包是以DN交流Russell为主 可是勇士独行侠跟黄蜂的三方交易 勇士是拿回了交易特例以及两个赤轮签 所以如果我是勇士队的总管 我也不会选择胡人队的交易包 这里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目前勇士的阵容得到DN交流Russell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毕竟这是球队在后场还有Posensky以及Kurit等球员 另外DN交流Russell的防守能力其实也不算好 再加上本赛季又是DN交流Russell的合约年 换句话说勇士还在处理他合约的问题 另外再来勇士的立场 如果我忌重想要送走DL 那么我要再看其他球队要不要DL这样的后场球员 所以如果我是勇士队总管 我并不会接受胡人队的交易包 好接着我们讨论一下 为什么勇士队会接受独行侠以及黄蜂队的三方交易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交易特例 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根据媒体的资料显示 这一笔交易案中 勇士队会得到一个1600万的交易特例 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想要送走DL的话 还要再看其他球队要不要 简单说会增加交易的难度 可是交易特例就不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有交易特例的话 那么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补什么样的球员 另外球迷要知道是交易特例可以拆开使用 也可以不使用 换句话说战略勇士的立场 如果我想要省钱的话 那么这个交易特例我是可以不要使用的 所以这一笔交易案从结果论来看 战略勇士的立场 接受三方交易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有媒体表示 K当自己更想去独行侠而不是胡人 所以这些因素都是 最终胡人队得不到K当的原因 另外这里我们简单聊一下的混队 目前的混队老实说有点尴尬 因为前两天有消息指出 LeBron James愿意降薪 可是前提是球队必须要补强即战力 而且前两天媒体甚至有点名三名球员 一位是James Harden 一位是K当 另外一位就是Valcunas 可是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三名球员现阶段都已经有新合约了 所以接下来LeBron James还需不需要降薪呢 这也是球迷可以观察的地方 另外我相信目前D&JR也非常非常的尴尬 因为在刚刚执行球员选项的情况之下 没想到过两天球队就想要用他去换K当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D6的情况是有点尴尬的 可是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 如果胡人队想要透过交易补强 那么D6一定是第一个交易的人选 因为他的薪资比较有进行操作 接下来就要看看胡人队是不是还会把D6给送走 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接着我们稍微聊一下勇士队 则球队在K当加入独新霞之后 目前也确定团队的薪资是瘦身成功的 因为目前勇士的团队的薪资 再加上Milton的合约只有1.6亿左右 换句话说勇士的总管小Donevy 终于达成老板在上阁赛季所设下的目标了 那就是不要给豪华税 可是即便是如此 我还是认为勇士这两年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为除了省钱之外 目前看起来这支球队什么都没有得到 而且还浪费了一个赛季 毕竟这支球队上阁赛季是没有打进季后赛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支球队稍微有点可惜 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早一点动 球季中就要动 这样球队才可以在省钱的同时 也不至于会失去太多 另外勇士今天是用全额中产签下的 Milton这名后场球员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的身高 虽然只有6-12 可是他体重有200磅 所以他是一名很壮的球员 而且防守能力也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他不只可以投外线 实际上他是一名有持球能力的球员 再加上他目前也还年轻 只有25岁左右 所以这次的签约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差别在于 接下来会不会操作其他的交易 好 最后我们来聊独行侠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修赛季独行侠的操作非常非常的漂亮 首先球队是把小哈德伟给送走 拿回关子证明后场球员 另外在日前 球队是签下前T5的签上球员Marshall 再加上今天球队是得到了K汤 所以独行侠等于是一次补进了三名摇摆人 因为这三名球员在场上都可以打多个位置 最重要是这三名球员的外线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可以让我们的部分咱们就先不提 因为他的无球能力出色是每个球迷都知道的事情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Marshall 身高67的他在场上可以打多个位置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上个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乘8 另外身高615的Grancy体重有205磅 在场上也可以防守多个位置 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直接生涯的三分球命中率超过3乘7 而球迷要知道的是 上个赛季不管是小仲子或者是PJ或Washington 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都没有超过3乘5 所以在补进这三名球员之后 现阶段我们就可以预测 下个赛季的独行侠外线的火力将会非常非常的可怕 另外更重要的是 K汤的加入也会影响独行侠的打法 毕竟K汤不单单只是一个定点射手 他也可以跑无球 换句话说下个赛季场上 不管是Kary Ravin持球或者是Lucas持球 当他们进行单打的时候 对手还要去防K汤的无球 实际上我自己的看法 这三名球员在进攻端上的能力将会带给对手很大的压力 根本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不管当天K汤准不准 我相信没有球队敢放投他 换句话说场上空间的部分一定拉得开 这当然也会有助于Lucas持球或者是Kary Ravin进行单打 另外球员要知道的是 目前独行侠的整体平均高度非常非常的高 这支球员除了Kary Ravin跟哈迪之外 其他球员都在6持5以上 所以场上的平均高度当然也会是独行侠下个赛季很大的优势 所以整个看下独行侠在修赛季的操作其实非常的成功 简单的说就是球队还是维持着双合的配置 可是不但角色性球员的外线能力增强了 更重要是这支球队多了一个场均可以20分的K汤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下个赛季独行侠的球员只要可以保持健康的话 那么团队站立的部分是球迷可以期待的 好 今天我们一口气聊了5支球队 所以影片的长度有点长 也希望今天的结束可以让球迷对于这5支球队有更多的认识 好 以上就是我更对于绿战军 雷霆 狐人 勇士 还有独行侠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 也就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NBA吧 拜拜